現在你們準備好被改變了嗎 因為馬上就要來歡迎我們這個魔法精靈 中文版的兩位配音大明星 歡迎Bee 畢書鏡 小布 以及Erika 劉 艾麗 Gofi 公主 好的 兩個人都帶著片中的非常可愛的小小布偶 來 Erika 跟Bee 先一起來配合照一下下好不好 來 兩位呢 我們這個 稍微從右手邊看一下下先 好 Erika 跟Bee 呢 都是第一次來挑戰動畫電影的配音 他們覺得過程非常的好玩 來 中間 Erika 跟Bee 看一下下 喔 真的 頭髮都飛起來了 非常的迷幅及時 中間兩位看一下下 好 現場瘋大 這個 Erika 頭髮可能需要撥一下下 不然就要像我們一樣 有帶這頂假髮就萬事OK啦 你看 完全不用塞髮型 你看 渾然天成的髮型 喔 水啦 好 哈哈哈哈 好 來 左手邊兩位看一下下 可愛的波餅公主跟小布呢 這次在片中會激到出什麼樣的火花 請大家一起來期待一下囉 來 回到正中間 麻煩 Erika 跟Bee 這次兩個人齁 任務 蠻不簡單的 我稍微躲一下下齁 好 來 不只要挑戰配音之外呢 還要開口唱歌耶 好 兩位視線一致 正前方看一下下 謝謝 這個魔法精靈真的是越看越可愛 當初呢 是無心插流 想說 欸 畫一個怪怪的娃娃 可能外型不是那麼大家 符合那種審美標準的感覺 不是呢 出乎意外的 在全世界各地引領蜂巢 紅了這麼久 好 OK 我們的娃娃收一下 麻煩的工作人員 幫我們這兩位配音大明星 送上了麥克風 嗨 我們需要往前走一點點嗎 OK 好 來來來 喔 來 唉呦 你看看 現場啊 怪風啊 風大 來 小布 你好 你好 風比公主 你好 你好 來 讓這個Bee跟Erika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eeBe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ka 所以呢 這一次兩個人參與了 魔法精靈的中文版的配音 是 請稍微介紹一下片中角色的性格 好不好 我擔任的角色是叫做小布 小布 然後她歌姓非常的孤僻 孤僻 但是她看起來是很難接近 很難相處 但是她心裡是很 也是有正義感 善良跟正義感 還有很善良的一個經歷這樣子 有點孤僻 不喜歡交朋友 可是呢 必要的時候會挺身而出 是的 好 OK 謝謝Bee 那Erika 你的角色呢 我的角色是Bobby公主 然後她是一個很正面歡樂 樂觀 很愛唱歌跳跳抱抱 對 就是有點無厘頭的個性 對 很大那個大辣辣的 大辣辣的 有請少跟金啦 但是呢 要問一下這兩位喔 第一次參與這個動畫片的演出 剛剛接過邀約 自己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內心的OS是什麼 其實接到這工作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真的是要我去配音 有沒有搞錯這樣子 有沒有搞錯啊 對對對 就是 我還沒人耶 不是 不是不是 我中文不太好咩 對 中文不太好 所以其實一開始是滿擔心的 就是很怕台詞多不多 對 然後角色的個性 我有沒有能不能消化這樣子 但是第一天的配音 一到現場 因為聲音的導演在 然後我們在配音當中 其實是我跟導演找到很多很多 好玩的地方 所以整個配音工作當中 其實是還滿 覺得還滿輕鬆又好玩 對 一開始沒有信心 後來就漸入佳境 越來越好 OB的感覺 Erika你呢 因為我從小到現在 我最愛看的電影是那個動畫片 所以我接到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就有感覺是另外一個夢成真 對 然後她又是一個公主 波比公主 然後我就是 我最愛看公主片 然後我自己又變一個公主 我就很開心 哇 那種有一種 美夢成真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毅然決然接下這個挑戰 但是我要問一下 剛剛提到過這個小霍跟波比公主 他們正在動畫片當中的性格 跟真實性格的B 還有Erika 有沒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啊 我是覺得我跟小霍還滿像的 哪裡像 孤僻這塊嗎 孤僻 孤僻 沒有啦 比較那個 有正義感這一塊啦 正義感 對不對 是 是嗎 應該是 應該是齁 我覺得她還滿調皮的 喔 調皮嗎 對 但就是她也是有 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一些個性 對 所以我跟她還滿像的 這個部分 對 正義感的部分 還有那個有一些想法的地方 調皮的部分是很像的 但你跟波比公主Erika 我覺得滿像的 就不一樣吧 就不個性 我們都就是很大啦啦 然後都是往正面的方向想 就算其他人可能覺得沒有救了 或者是沒有信心 但是波比公主和我一樣 都會往好的方向去想 非常樂觀 對 樂觀 相信那個音樂跟快樂 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對不對 OK 所以呢 剛剛提到過第一次參與這個配音 那這個配音過程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 你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都好像一樣 兩天 我好像三天 你三天 我三天 波比公主輸了 多一天 沒有沒有 不會這樣分的 真的齁 但是那都是有配出完美的作品 有偷偷看到對方的那個 配音的部分嗎 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嗎 我就一直想聽她配的怎麼樣 所以我去配音的時候 叫那個導演幫我播放聽一下 真的嗎 我都不知道 是齁 對啊 所以小布有先偷聽波比公主的成品 可是我覺得真的她配得很好 因為真的是很match那個畫面 還有她個性 公主的個性 對 還滿大啦啦的 還滿大啦啦的 就是很適合那個角色的感覺 那波比公主沒有偷聽小布的成果嗎 沒有偷聽 可是 因為那個B比我先提早配完 對 所以我配的時候還是會露到 聽到那個小布的聲音 所以有聽到一點點 有聽到齁 所以呢這次這兩個人在配音過程當中 會覺得說一些好玩的或是NG很多次的畫面有嗎 哪一段戲最難啊 我覺得整個沒有太難 太有天分啦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因為導演都有 對我們兩個 兩位有信心 所以其實 配音的時候 他都會教我很多很多的表情 聲音表情 對 然後盡量是去接近就是小布的一些個性的聲音 然後 其實配音當中 我們可以 前面就有 有電視 然後播放那個 我們要配的那個段落的畫面 所以 也可以看出小布的一些表情 然後去模仿他的那個情緒 對 所以呢這個B是說 因為老師們很會教啦 導演們很能夠 帶你們進入那個故事的情節裡面 所以你覺得 配音過程雖然有一點難度 可是還蠻好玩的 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障礙就對了 嗯 你們NG也不多 不多 OK 那ERICA 妳的NG次數多嗎 我覺得波比公主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激動的角色 所以他 他講話非常快 所以可能在要 一直連續講很多中文 然後我中文也是不太好 因為我覺得ABC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有 有時候NG蠻多次 但是我覺得導演很會帶 然後 有一個蠻特別的經驗是 就是有一幕 波比公主要尖叫 連續八秒 就是不可以停下來 然後我第一次叫的時候 我聲音快要就是 就 快要閉嘴很吵 對對對 然後導演就說 好把這個尖叫留到最後最後 全部都錄完之後再錄這個尖叫 然後錄完收工 我就不用 我就可以休息了 所以你那一次的 最後那個tag的尖叫八秒有成功嗎 一次 呃兩次 第一次我就是快死了 然後導演就說 好休息一下 我們留到最後再用 對 最後也蠻特別的齁 配音今天雖然是 尖叫八秒鐘兩次作為結尾 對 也算是Erica蠻厲害的啦 但是呢今天機會難得啦 既然這個小布本尊跟波比公主本尊在現場 能不能請你們用那個 劇中人物的角色聲音 來重現一句你們覺得最難忘的台詞 最好玩的台詞 呃 原因重現一下 小布的 想一下想一下 我喜歡的台詞 好好好 那因為比較接 就是 孤僻 對 好來了 等一下這樣 Ready 好 Action 很好各位 我大老遠就能聽見你們 你剛剛在說什麼 我大老遠就能聽見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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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見你們 唉唷哇 欸不一樣欸 他就會這樣講 真的喔 對鏡頭再說一次是不是 再來哪一個鏡頭 對 對 後面後面 來 預備 很好各位 我大老遠就能聽見你們 給B掌聲鼓勵鼓勵 我覺得 有點臭臉呆 有點臭臉呆 臭臉呆 臭臉呆應該怎麼解釋 就是有點呆呆傻傻 很萌的感覺啦 是 可是我覺得 讚 謝謝 OK 那波比公主你呢 因為她就是在前面的時候 她想要開一個很大的派對 她很愛派對 所以她派對要 音樂越來越大聲 然後她很喜歡亮亮粉 所以她就說 給我的亮粉 這樣子喔 對 這就是她的個性 真的是巨肺耶 那個肺活量超大聲 超厲害的 大家有捕捉到這一刻嗎 有嗎 應該有吧 還是要再一次 Jerry有人說應該有再一次 不好意思公主 好摩一蓋齁 來1 2 3 給我一點亮粉 給Erica掌聲鼓勵鼓勵 你們兩個人都有這個融入 那個劇中的角色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很認真 很用功 但是我要再問一下兩個人喔 這一次這個配音嘛 短短兩天到三天 就是進入的這個 角色的情境當中 但是 我剛有提到過 魔法精靈是一部 音樂 歌唱電影 所以你們不只要挑戰配音 你們要挑戰配唱 是 然後呢 所以這次配唱的部分 你們覺得配音跟配唱 哪一個部分比較難嗎 我是覺得配音耶 嗯 比較難 比較難 因為 畢竟我們要 我要小顧要唱的歌 就有兩首 對 兩首歌 Can't Stop The Feeling 跟True Color 那兩首歌都有 Justin T. Blake 有在裡面表現得很好 所以 我聽他的聲音 也盡量去表現我自己的一些 感覺 對 所以呢中文是這個BB書記 然後呢 我們英文版是這個Justin Timberlake 都希望能夠超越對方 對 對不對 有不一樣的感覺啦 跟前輩多多學習 你不要謙虛啦 我們都那個各自有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英文有英文的難處 中文有中文的美妙的地方 對 都是表現到一百分 對不對 那Erica你呢 我是覺得配音的部分比較有趣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 我就是很愛很誇張 然後你配那個動畫片 你就是需要很誇張 對 那我反而覺得配唱比較難 因為 Bobby公主好像有唱九首歌 然後 因為Anna Kendrick 就是她是那個 美國版本的 她的聲音跟我差蠻多的 她的音很高 然後我其實唱歌 跟我的 講話的聲音差很多 我唱歌是用比較低的 中低 對 所以那個 Bobby公主那些高音 我覺得很 是很大的挑戰 真的 但不管怎麼樣 這兩個人都是一路的 完成這個導演最精確的指示 繳出最令人滿意的成績 欸 那既然今天機會難得 剛迪到過啊 魔法精靈裡面很多的精采的好歌啊 是 來 乾脆現場唱一下 情色和名一下好不好 好 好 可以嗎 我一直在配音欸 好 這是什麼角色 就是一種智商的角色 萬聖傑的角色 外怪的角色 好 好 好 等一下 好 中文版的True Colors 好耶 來 一二三 看見你這顏色 閃亮 你這是的顏色 我愛你的理由 不需要單純 靜心表露 你這是的真顏色 每步伸手 如同彩虹 如同彩虹 掌聲鼓勵鼓勵 真的耶 True Colors 我們都聽得很熟悉 可是呢 今天是一個2016年新的 中文的版本 真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兩個人輕唱耶 我覺得很棒 再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相信你們這個 將來不久就可以挑戰音樂 歌舞劇了吧 希望 好享用 真的喔 我們這個希望那個導演們 可以會演 世英雄 世英詞 趕快來找你們挑戰一下 不一樣的演出 好喔 好喔 那當然呢 最後啦 還是要麻煩小布跟波比公主 因為剛剛提到過 11月4號 魔法精靈就要來正式的上映了 能不能請你們 以一種非常厲害的 劇中人物的角色性格 來推薦一下這部電影 好不好 11月4號 劇中 劇中 劇中的角色 劇中 就是自己的角色 波比公主 或是你要以小布也可以啊 可以反串一下啊 就推薦大家進戲院來支持 魔法精靈 好不好 好 那就是這一次女生先來好了 女生先來 讓你壓軸 好 來來來 嗨大家好 我是波比公主 這是一部很好聽 很好看的歌舞動畫片 所以 11月4號 一定要進戲院看 魔法精靈喔 耶 波比公主 哇 百分之百百分之百 厲害厲害 剛剛畢說 你剛剛說什麼壓力很大 因為 我覺得 因為ERICA就是波比公主啊 對啊 就是Princess Puppy啊 那 Branchuri 不知道要怎麼表現 OK OK 11月4號 有一部夢宮昌的最新動畫音樂劇 無法請你要正式在台灣上演 所以 大家一定要進戲院看喔 耶 不跳舞就搗蛋 好 感謝兩位呢 波比公主的本人 跟這個小布的本人 用心推薦 這一部 11月4號呢 正式上一個魔法精靈 那你們有注意到嗎 這個現場有好多可愛的精靈組 他們都現身在這邊 我們是不是在今天 HALLOWEEN的時候 一起來拍照一下 真的你們太強了 好不好 好 先麻煩我們這個波比公主 那我們這個小布 請工作人員幫我們這個 麥克風收一下 送上自拍棒啦 好 那請這個 Erica跟畢呢 我們稍微的請你們反轉一下 對 跟全場的大家 對 一起來好好的SELF一下 好 那我們讓這個 平面攝影大哥 等一下呢 你可以上來先定位一下下 好不好 好 畢你要指揮大家嗎 還是我幫你指揮 好 大家呢 1 2 3 就說魔法精靈 I love you 好不好 小心喔 注意這個東西 好東西東西 注意安全喔 注意安全喔 我們要注意一下 好 那可能畢跟Erica 稍微蹲低一點 小心一點喔 好 準備囉 魔法精靈我愛你喔 好來準備 1 2 3 魔法精靈 我愛你 拍照 好 謝謝 好 那這邊呢就是來麻煩Erica跟B 看一下我們這個 正前方的平面攝影朋友 好 棒子可以秀一下 先右左邊兩位先看一下下 來跟全場大家 來跟這個 YA 這裡我們11月4號 4月見 好 B跟Erica看一下右左邊 一個棒子的正前方中間 中間 中間看一下下 小布跟波比公主 非常的活靈活現喔 好 正中間兩位看一下下 跟大家一起來 在萬聖節的這個 魔法精靈 中文配音記者會 留下一個最棒的聲音 左手邊 Erica跟B 好 來看一下下 也感謝呢 現場這麼多可愛的小精靈們 你們呢 豐富了我們今天 非常棒的配音記者會 感謝你們的 特勤相助 好 中間再一次 來 中間再一次 好 OK嗎 好 謝謝 最大的感謝 現場的裡面攝影朋友 也再次的掌聲 謝謝B 好 再一下下嗎 謝謝B 也謝謝Erica 感謝 謝謝 謝謝 大家揮揮手 我們今天暫時揮握 我們今天暫時揮握 波比公主Erica 以及我們可愛的小布 B B B 好 兩位呢可能在台下 稍微的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再討反兩位呢 回到台前期前 我們就電子媒體的聯訪 好 好 OK 是 那我們這個呢 就麻煩呢 電子媒體 大家現在要做聯訪了 稍等一下喔 我們好 稍微做一下採訪前的準備 好 今天我們這個魔法精靈 這一個可愛的動畫電影 來自於史瑞克的精英獎團隊 所擔造的全新作品 在11月4號 全台灣即將正式的上映 在中文版的部分 則是邀請到了 這個人系小天王 畢書靖 以及我們這個Erica 呢 一起來全視片中的小布 還有郭婷公主這兩個角色 那剛才呢 這個已經呢 兩位呢 暢談了這一次呢 參與配音的感覺 也現場了小獸的一段 好聽的 True Power 真實的色彩 這個中文的 我們要從這邊 他等一下會從這邊上來 你看因為他後面在做整理 所以我們不方便過去喔 應該他會從這個樓梯上來 第一時間看到他好不好 所以到現場採訪的時候 你要守規矩 要守規矩 要守規矩 好了要上來囉 好的來我們歡迎Bee 跟這個Erica兩位一起來 準備進行魔法精靈中文配音的這個訪問時間 謝謝 大家收音都OK嗎 可以 好準備了 來現場五四三二 要不要先講一下 都是兩人第一次配音 是 我覺得非常的好玩 因為這是新的場所 然後畢竟不是自己在延續 就是不用不用自己看 自己的表情 那 但我覺得 看著角色的一些很有趣的表情 就是 配音的時候 就很自然的一些 會跟著他一起 一起做一些 參與 一些很有趣的表情 我覺得 還蠻特別的一個 驚豔 比如說像史文 你看到這個文化那個時候 很誇張 然後你會 聲音是不是有刻意 聲音是不是有刻意壓低的感覺 為了配合小布 其實導演 不是很希望我壓扁聲音講話 所以 其實是 就是 盡力去 模仿一下 她的一些 比較幼稚的行為 聲音 這樣什麼 很好各位 很好各位 不要緊 啊啊啊 那她很可愛 那艾瑞卡呢 對不起 可以她問一下問題嗎 這是關於第一次配音的感覺 對 我覺得很好玩啊 就是 呃 因為我還沒有正式的演戲過 像那個 製作有演過 呃 偶像劇啊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 呃 就是 演戲的第一個經驗 雖然就是 我是坐在椅子上 然後是沒有人在旁邊陪我們一起 但是 呃 呃 我有看過 那個我的 有工作人員錄音 我的片影一樣 然後我就是 還是一樣做很多表情 然後很誇張 然後 就蠻好想 你要不要來一下 那一次 你在 呃 派對結束了 對 但是你好像 在裡面要 要一直吼 一個吼 對 會不會喉嚨怎麼都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導演 有教我們 怎麼 不要那個 傷害到喉嚨 對 對 那你在吼的時候 自己一樣 就是很開 那個情景 很開 就是可能 嗯 我現在 是可能會 那個麥克風都會破 沒關係 我們拉遠一點 哈哈 呃 就是 呃 像我剛剛吃飯那個亮亮粉 音樂大聲一點 給我多點亮亮粉 這種 這種 用紅的聲音 對對對 你那時候有看到他這樣表現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很 呃 很專業的感覺 哈哈 我覺得 我也聽說他第一次 第一次 他 動畫的時候 配音 中文配音 其實因為 之前 我在配音的時候 導演就有跟我講說 非常 非常的 多 比我多很多 像 配唱 跟配音的部分 都比我多 所以 導演也一開始有一點 可能 擔心 就是我們兩個的中文 就是那麼 流 對 但是 就是 還好因為導演非常的專業 所以我覺得就是 當場 當天都是非常的 享受 那時候有沒有覺得 欸 怎麼會找你們兩個來 這個中文配音 有想 有想過 嗯 會覺得蠻妙的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 中文都不是我們的母語 然後我們要幫 中文配音 我一直跟我的經紀人講 為什麼有不變 哈哈哈 很確定 為什麼 要接嗎 怎麼會接這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確定這樣 但是真的是去 跟 導演聊天 然後見面 開始配音 就是 真的送你 然後 然後導演也是 就是他完全沒有 對我們很有信心 我們 我們 我去試音的時候 我就跟導演說 有點難說 這個故事上 中文有沒有不標準 然後他就一直說 沒有空位 就不進入 所以他就給我們很幸福 那兩位有聽過就是 英文版的 Justin 跟那個 安娜坎卓克嗎 那自己在配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壓力蠻大的 因為他們兩個也是 又配音又唱歌 我非常非常崇拜 安娜坎卓克 然後我從小 就很愛 Justin 所以就覺得 我好 我好榮幸 怎麼可以 有連結嗎 感覺這有連結 然後我就想著 把自己想成 中文版的 安娜坎卓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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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僵屍路跑嗎 哈哈 那那兩位都有翻唱 中文版本的歌曲 對 對 那對於歌曲 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 就是跟英文的比較 嗯 當然就是 我覺得我們兩個的 在 就能配唱上面的 精力表現 而且 精力去 表現 就是他們 可能 他們表現的東西 裡面 都要我們 我們要把 我們自己的特色 搭進去 其實我覺得 中文版也好 對 對 我們兩個的聲音 搭在一起 我覺得是一個 樂樂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 你自己有說 覺得兩個男人在一起 對啊 而且 Erika 你還是很好 大家一定要去 試試看 因為 我覺得 我自己在配音當中 看一些我們兩個 配完成的 一些畫面 都覺得 雖然就是 一部分 一部分 但是 都很好笑 那除了中文配音 外還有配唱 對不對 那第一次配唱 兩個人互相的感覺 是什麼 有沒有擦出什麼 愛的火花之類的 就是配唱的部分 配唱的部分 嗯 要加一些感情在 對啊 在配唱的部分 對彼此的這個 配唱的印象 是什麼 我覺得 Erika的聲音很好唱 然後 她的一些歌 真的是 我覺得 是很難唱 那這次配唱的部分 有些都是蠻難唱的 但是 我覺得 她的 表現方式 讓我嚇到 因為 我真的很難唱 然後我覺得 B的聲音 嗯 很有特色 很溫柔 然後很細 所以我聽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不贅 她的歌聲 她想要你尖叫八秒 對啦 哈哈 那現在已經最後了 你知道嗎 對 沒有問題了 可以了 可以了 還是大家盡視樂看看吧 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話 一定要唱這個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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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OK舞台上 謝謝Erika 謝謝V 兩個人為這個魔法精靈 貢獻出了非常非常珍瑞的 中文版的配音出品 好 好 謝謝 謝謝 那大家捕捉一下 兩人的這個 精采的那個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 給大家拍照五秒鐘了好不好 現場動作的主持 一起來 小顧跟Erika呢 現身在這個魔法精靈的 中文版的電影當中 請大家十一月四號 一起走進十一月 聽一聽好聽的歌 演了來肯定兩位的 第一次的配音觸體驗 好 OK 好 正前方式的 你再看一下下 謝謝Erika 哈囉 剛剛這個波比公主真的是 完全的投入到那個 角色的情境當中 非常厲害 也謝謝P呢 把這個小顧的 個性 詮釋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OKOK 來 兩個人來 在各自呢 秀秀最棒的Pose 好 OK嗎 好 差不多囉 謝謝 謝謝 我們這個再次呢 感謝現場的媒體朋友 再一次掌聲 謝謝我們的 Erika 謝謝你 波比公主 謝謝P淑靜 可愛的小布 十一月四號 魔法精靈 我們戲院見 Thank you 謝謝兩位 謝謝你們 謝謝 好感謝大家 你們收看今天主播 我是麻吉 掰掰 掰掰